在二千多年前 当时耶稣还未出世 而以色列人亡国已经有几百年 在外邦人的统治下 受尽迫白 所以极之盼望 先知所预言的救主 会尽快出现 当耶稣出世没多久 他的父母就按着摩西律法 带他到圣殿献祭 遇到西面 西面就是盼望救主来临的守望者 他接过英海耶稣之后 感到无限欢喜 并且清重上帝地说 主啊 如今可以照你的话 释放仆人安然去世 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 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 是照亮外邦人的光 又是你民以色列的荣耀 昔日 西面因为见到上帝的救恩 而感到欢恩 耶稣来到世上 并不是要做一个政治革命领袖 他却是世人身心灵的拯救者和安慰者 他来是为救赎人的罪 死在十字架上 使人从罪的刑法和权势之下得到释放 今天 教主耶稣已经来到了 并且藉着受死和复活 完成了上帝拯救世界的计划 不过 我们活在世上 仍然有苦难 面对分乱不安 和这个充满不公义的世界 我们同样是守望者 盼望苦难能够早日止息 人就可以脱离肉身的败坏和虚空 享受上帝儿女的荣耀 这个是耶稣再来的时候会实现的应许 圣经预言 主再来的日子不会很远了 我们眼见战争、饥荒、地震、宗教和政治迫害 加上异端和假仙芝的兴起 不法的事日亦增加 人的爱心亦越来越冷淡 你一切都是主快来的预兆 但愿我们凭着信心和喜乐的心 成为时代的守望者 我们同心祷告 慈爱的天父 我们感谢你、赞美你 在二千多年前 你把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 使所有陷入罪恶和幽闷中的人类 都能够得到你的救恩和安慰 天父啊 你救恩的计划是多么奇妙 主耶稣的受死、复活、升天 都应验了几百年前先知的预言 以及有无数历史中的见证人 感谢你 我们已经接纳了主耶稣 做我们的救主 深深的尝到救恩的滋味 这个应许是何等的宝贵 慈爱的天父 今天我们仍然有肉身种种的痛苦 基于世界上仍然有不少的疫情 战争和天灾人和 盼望主耶稣快来 这个世界一切都会过去 我们熟血气的身体 必定能够得到复活 成为灵性的身体 别扭坏的都要变成不扭坏 主啊 让我们从熟灵沉睡的光景中警醒 等待你再来的日子 使我们能够得到荣耀的盼望 祷告是奉我主耶稣 基督得性的名而求 阿门 雅